是有出现小小的碎石的 因为刚刚就在大约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多梁车站这边是出现了一个巨大落石 从上面砸了下来 将整个护栏给砸破 比人还大的巨石就这样从山壁上掉了下来 冲破护栏砸在马路上 这也是台东南回公路 台九县多梁路段 短短几公尺内就有多处落石掉落 摊坊的情形 已经围起三角锥 另一边强势大浪不止让渔船差点离家出走 踢在港边的不少机车也被浪给击倒倒在路上 结果旁边的防撞杆也跟着断裂 台风逐步逼近 就连台东大鸟溪溪水也开始暴涨 可以看到我旁边的大鸟溪 溪水是已经不断的暴涨 那滚滚的泥水是从山上倾泻而下 镜头再转到花莲 渔港也出现风雨交加 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的雨又下下来了 甚至是越下越大 那同时风也是非常的大的 来到花莲渔市就只剩下一家渔饭在营业 走到隔壁看看摊商没有营业 因为过去店家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屋顶吹到半毁天花板都掉落 这回又碰上山陀儿台风 业者直接暂停营业 连屋顶都不休了 花莲渔港民众也是绷紧神经 来回在渔港边视察 就怕风雨袭来船只发生碰撞 晚上台风会进来 现在先来看一下 山陀儿台风逐渐逼近台湾 对花冬来说开始造成疑点影响 就怕再靠近一点点 灾情会逐渐传出 东西新闻 综合报道